开米台风受创后的第三天 戴华发现到重建家园 需要政府更多细腻的作为 第一个针对汽机车燃料使用费 请中央能够研绎马上的减免 另外高雄市政府 有针对汽机车的牌照税 已经减免了 而这次汽机车泡水的情形 非常的严重 所以要请中央马上的研绎 我们汽机车燃料使用费的减免 第二个我们房屋泡水的情形 也非常的严重 听好是房屋泡水 所以除了我们屋子 本身的屋损的补助之外 更需要屋内所有物件的补助 所以戴华请中央能够马上研绎 租困贷款20万元以下免息 让民众能够采购电器家具厨具 赶快的让我们家的空间的功能 马上恢复重建家园能够露出曙光